李春茂從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曠奇志手上 拿到資訊科技卓越成就獎的獎座 顯示他過去的研究獲得肯定 但當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廣到市場的時候 就相當困難 由1995年到1997年 一直找不到真正的用戶 或者叫Venture Capital 肯定將系統轉移到市面上去 我們覺得很可惜 李春茂本身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助理教授 他和他的學生黃永健 在兩年前一起創辦這間視覺科技公司 將他們在科大研究的一套電腦識別車牌軟件 實際應用在商業上 但是他們就覺得 在香港搞高科技仍然要艱苦經營 在法國市場上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會接受到高科技 這點很重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要介紹我們的產品給客人 希望他可以知道高科技真正可以幫到他 即不是只有港幣 李春茂這間公司 參與香港工業科技中心的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獲得低息貸款之助 但是由於經營高科技的公司 人力資源是公司最大的財產 所以他們的公司要付出較高的薪金 來吸引人才 李春茂都認為香港高科技人才難求 我覺得香港應該好像美國那樣 就不分膚色來請人 主要是請那些技術方面 對香港有幫助 如果你要請單單請香港人 或者大陸人 你那個發展的空間很受限制